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篇文章的作者名字叫做孟晚舟 过去的一千零二十八天 左右持出千头万顺乃抉择 过去的一千零二十八天 从水货古之归同在何处 万家灯火总有一盏给我温暖 浩瀚心壳总有一颗希望 感动于心 感激于情 真是那一抹绚丽的中国口 燃起我心中的信念之火 照亮我人生的至暗时刻 引领我回家的漫长日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 与我一起经历风雨 见证岁月 安放我所有的喜乐苦悲 是你们的遥遥相伴 陪我越过沉沉山丘 是你们的默默守护 带我画出桃桃荆桂 午夜梦回 最是心底那一轮明月 那一江春水 那一缕香城 亦是我滞留他乡三年 每分每秒的心灵归宿 期待一年好景致 在上城隍举历时 祝愿祖国赌兴生日快乐 回家的路 碎曲折起步 却是时间最晚了 却是时间最晚了 我在后面听孩子们 一起送的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真的是心里面 记住那种热泪云眶的感觉 真的非常感谢老师们 也非常的感谢孩子们 真正优秀的教育者 他的思想一直在跟上的 包括我怎么用最新的事件 最大的事件 给孩子们最好的人格教育 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 教育应该有的样子 所以这档早读课虽然只有20分钟 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影响 导音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